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快點 走進去 我的天啊 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一名加拿大女子和有人開小艇出海的時候 一隻海獅爬上女子所在的船隻上面 楚楚可憐的樣子似乎在求救 而船的四周圍竟然圍繞著幾隻巨大的苦瓊在虎視淡淡 女子就陷入兩難局面 最終她就說海獅其實是苦瓊的晚餐 是世界自然不變的定律 然後將海獅趕下船 還馬上加速將船洗走 片段吸引了網民熱意 大多數人都覺得她太殘忍了 應該開船載海獅一起走 不過女子聲稱當海面出現 類似苦瓊的憑危動物的時候 開動羅船長是犯法的 但仍然沒有辦法平息網民的怒火 女子最終刪除了影片 而不少網民都認為 如果換作自己遇到類似的情況 都會選擇先救海獅 威嚇